在镜头要跟他最少是很难 是你第一次在Santorini吗 是,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在镜头 我们现在在Santorini办check-in 这个饭店超美 是有海景的那种 很期待 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这次住的房间 一进来 这边是一个客厅 那边还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泳池区 这很大 然后他说我们房间的view是最好的 这个阳台真的很大 这泳池很美 然后可以在这边晒晒太阳大的一个阳台 家庭套房 我现在跳进去 这边还有一个很开阔的view 可以看日落 就是后面都是海景 还有一个厨房 我就可以吃我的泡面 很舒服的客厅 还有一个天文望远镜 可以看星星 因为希腊这些小岛上的晚上超多星 这边是第一间卧室 第一间卧室是连着阳台的 所以就有一个很好的view 可以看到泳池 还有这边的海景 它卫生间什么装潢都挺美的 然后第二间卧室我们的房间 其实它这两个单人床蛮大 它是两个双人床的感觉 洗手间有个很大的进屋 对啊 它两间坐的都挺大 这间是很现代 因为我看深刻里面有很多酒店 是那种白色住在山洞里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这样住起来真的很舒服 然后现代的一个海景就不错 现在我们再给Henry帮我拍一个 就是类似起床跳进泳池的概念 OK OK 好 这木耳滑墟 看起来太清醒了 看起来太清醒了 也不停 看起来太清醒了 现在外面已经要落日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超市买点水 超美的 我觉得一会儿它落日可能会很快 饭店前面这个树 我觉得超漂亮的 就是那种很柔的那种感觉 再让前面可以看海 总之我们现在要快速地去一趟超市 买一点吃的和水 然后就准备去吃晚餐了 然后戴上了墨镜 刚才我穿裙子在泳池边拍照 现在还是换上那种背心和那种亚马裤 最方便 最后面就是我们住的那个villa 也不算villa吧 就是一个套房 展示一下你的look 我们去看一下上座里面的超市怎么样 超市都是蓝门白墙 就是一般的超市 我们现在来吃晚餐 在我们饭店附近 这环境很漂亮 我们发现房间的夜景超级美 刚才我们出去吃饭了 刘家今天在房间让他估计 大家好 早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Santolini的第二天 这个饭店真的非常舒服 一早他就把早餐送到房间来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坐在阳台 吃早餐 看看这个环境 最后吃成超战 然后我们昨晚就在那边聊天 很舒服 因为这边会有风 所以不会那么热 晚上在那边坐的还蛮舒服的 然后我们今天打算去伊亚 听说是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待会见吧 我们现在到伊亚了 就是最有名的那个观景的那个小镇 我真的很怕人挤人 但是还好 现在不是日落的时间 所以人还没有那么多 我们打算日落 就直接在我们的饭店房间里看 这三个游客 只有我不想拍照 长辈感觉比我们更爱 圣托里尼的景点 他们已经下去这条小路拍照了 圣托里尼确实蛮漂亮的 确实是漂亮 我觉得日落的时候 应该是真的会很美 我们到陈托里尼之后 发现我爸他们完全走不动了 就走两步就停下来一直拍 完全没有办法走到目的底 我来了 之前就是我们两个一直拍 对 我们到陈托里尼教堂 然后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五分钟的路程 我们现在已经走十五分钟 不过这也是蛮漂亮的 我觉得这种粉色的花就特别稀拉 我觉得 就感觉小时候在那个明星店里看到的是这种 找一个漂亮的景 喝一杯吧 到了一个咖啡厅坐下来 真的超美的这个景 这边真的是无敌海景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 漂亮的海景 这条小路的位置非常好 等一下我们可以反过来拍 非常漂亮 那各位要喝什么 今天都由我来 Tora怎么健康饮食跟运动 这就是Tora的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 大家如果来伊亚的话 可以来这家咖啡厅 这个位置超级棒 刚才在这边喝一杯 因为实在是太晒了 这边肉依应该也超美的 昨天饭店的人有推荐我们出海行程 但是我们刚才山洞里尼的风还蛮大的 刚才出海的话还是比较推荐去迷洛斯 哈喽大家 我们早上去伊亚那层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饭店休息 女生都已经在房间睡午觉了 所以我们两个在泳池 这次订的这个饭店真的非常棒 家庭房那种感觉 然后还附了一个还蛮大的泳池 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个泡水的 那种啤酒扇小吃 但其实这个泳池还蛮大 就很深 这个view真的超赞 就是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FIA那个城市 晚上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 伊亚跟FIA的夜景的那些灯很漂亮 昨天晚上也发现这边有个夕阳超美 但是因为我们昨天去吃饭 所以就错过那夕阳 所以今天就决定 要在我们的泳池边吃晚餐 然后边看日落 我觉得比起伊亚跟FIA 虽然那些城市也非常漂亮 饭店也有很棒的 但是我觉得价格比较偏高一点 然后也比较急一点 大家有租车自驾的话 我觉得很推荐大家 看一下其他的小镇上 有没有这种像VILA的饭店 然后就有附泳池 这种真的超赞 但订了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房间朝向 是不是日落的位置 看不看得到海 我觉得这很重要 如果大家想来的话 也可以先看一下这一间 我觉得整个环境啊 设施什么 我觉得都非常棒 我觉得这一次的饭店怎么样 非常舒服 不用去人挤人 而且晚上的时候 只有这里才能看到 伊亚跟FIA的夜景 我跟Henry现在去外带我们的晚餐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那个露台的夜景超级美 我们就想在那边看罗日 我们昨天也去的是这家餐厅 今天我们走错了一条路 但是这条路超级美 所以说旅行就是这样 总会有很多惊喜 我们住的小镇 不是那个观光种地 所以就超级安静 人很少 OK 翻车了 走错路就是走错路 满载而归 点了超级多 他爸出门的时候 嘱咐我们说不要点太少 感到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 外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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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神童丽丽的最后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餐 跟竹童一样都非常丰盛 但有一些变化 好吃 今天我们来Fida了 每一个镇的view都很好 因为都是在高地上 都有海景 我们走到Fida了一个很高的地方 没有这个蓝店 今天都蛮多漂亮的咖啡店跟餐店 走了好远 我们决定去喝东西 对 我们找了一个海边的咖啡厅 现在很舒服 因为它每个天都还静 我们在看一眼 但到底还是很美的 每个镇都蛮美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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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